你如果不着相 你怎么会知道他着相呢 因为你不着相的 你看见到的人 每一层 每一叉 都是佛性在圆满的显现 你是无一层可着 他也无一层可着 这个世界不会有一个众生 是着在层上的 因为每个众生 他的行住坐卧 他的言语举止 都展现了佛性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差别就这么一点点 尽管他不知道 但是他还是在显现 他没有离开 所以不懂得这样的一个事实 你对道没有感受 然后呢 养成自己的无名习气 有些人他喜欢看书 喜欢偷狼 或者呢 他不喜欢参与到大众当中去 就喜欢自己这样 我就要保持我的个性 我个性就是这样 这个个性是什么 个性就是分别万象执着 就是颠倒 佛性哪里是个性呢 佛性是共性 佛性是不当人与众生平等相共 是生徒不二的 山和大地都是共同不二的 所以才有 人言经里面讲的六根六成六十 为什么全部都是佛性在显现 起心即错 动念即怪 这是针对还没有见到佛性的人 你这样起心动念完全错掉 如果你是见到了 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随一缘应物 我们看到有没有见性呢 看他能不能做到随一缘应物 随着这个缘出现了 他能够给众生最大的帮助 能帮助多少 有这个缘就帮助他 让他能够欢喜的 哪怕是一点点的欢喜 你都不能舍弃 要让他这个欢喜 他在执着的时候 你要让他从执着当中 跳离开 能够使他离开执着 采取各种方便手段都可以 先以欲勾签 后练入佛制 但是一定要有 入佛制的这个结果 你不要说先以欲勾签 结果勾到结果还是欲 那也不行的 你先要自己任性 任性最后你也不逍遥 让别人也在那里烦恼不康 这也是没有见到的表现 所以很多知识分子 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脑袋里面想的一套 已经很完整了 做的一套跟想的一套脱节了 一旦脱节了以后呢 他就增加那种我见 就是见诸 就认为我思想是对的 我要保持我这个思想 你想保持思想 然后呢 你的个性就越来越脱出 然后呢 你的那个无名越来越增长 所以心心寄计啊 寄计心心 就是你心 一无所有 没有一项可执着 能所算完了 心心呢 就是对于众生的感受 对于你眼前所对的众生 眼前所对的事物 还是清清楚楚 所以一个人 当你 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不去帮助别人 别人正好叫你帮助 你不能 你不去帮助 这个说明你对物已经不明白了 并没有寥寥分明 你对众生的起心动念 都是隔了一层纸了 隔了一层纸了 可能 隔了一层我慢的强 别人劝你你不听 隔了一层 这个自卑的强 劝你 叫你放下 你也放不下 仿佛心是这样 所以呢 见到 对于修道来说 实际是 事关重大 真正见到的人 你要去感受 就是 见到了 已经见到这个道 这个道呢 是一定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 有局限的 你是随时随处 随地 都能见到 唯独一个 这个 要修的 就是自己的习气毛病 因为我们无量级的习气 像流水一样冲过来 见到以后的人 他的习气 只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我们要看自己 就是你本来对这个事情 很喜欢很执着的 比如说你喜欢自由 不喜欢别人管你 本来是习惯这样的 但是你一旦见到了 这个习惯慢慢就淡化掉了 完全淡化掉 融化在众生当中 佛 不应该有自己的 自己跟众生不同的独特 他不能有个独特性 他一定是容纳在一切众生当中 所以佛第一句话就说 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行 所以佛才有跟一切宗教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平等观点 因为他是亲自到这种见解 亲自看到 在六根六成六十当中 都是在启用 你生气了 你哭了也是在启用 只是你不知道很可惜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仁宴节里面的修道呢 分开两路 第一路 就是 二十五元通 你喜欢哪一个成 你喜欢哪一个法 你就在这个法上修圆通 你喜欢画画 画家 你就在画上修圆通 你见到这个画 点点滴滴 全部是佛现在启用 一直在启用 一直在画 你喜欢写字 就在写字上 你喜欢听音乐 你就在听音乐上面启用 你知道能听所听 了然无声 然后在这里 不妨有种种音乐 方音海潮音 圣笔四间音 在耳根 在这个深层上 可以修 你喜欢这个 种地 也可以在种地上修 你喜欢 开车 可以在开车上修 就是 你的爱好 你的习惯 一点都不需要改 但是 在这个上面 你绝对是能属双丸 这样才叫圆通 你没有能属双丸 你就打不到 圆通的境界 这是一路 就是 随缘 消旧业 更不造新疆 随着你 所对的圆 因为我们大家 每个人的工作 现实生活 都不一样 所以呢 对这些圆 你就把自己过去的那种固执 那种 因为这个行为 这个业而痛苦的那些痛苦 那些执着 一点一点全部消除了 因为 见了道以后 它最起码的一个感觉就是 能属双丸 我看到这个射程的时候 把射程 消除了 把能 能看这个射程的眼根 也消除了 就像骑自行车的技术一样 骑车的人 你也不要执着 所骑的车 也不要执着 车和人都消完了 那个技术 你就感受到了 所以见信的人 处处都能见信 光世音菩萨三十二阴身 天大将军 天王人王 天龙八部 四中弟子 宰官妇女 婆路门 同侄同女 都可以 远通 普门四线 所以呢 对我们的 学佛的身份 修复的地位 修复的时间 修复的环境 见到的人 再也不需要选择 大家感受一下 是不是还需要选择 其实完全不需要选择 不想讲话就不讲 也就是这样 想讲 你看 讲的时候 也是这样 非常清楚 这个清清楚楚 是没有能说的 它是随处随见 听到声音 就在声音这里 看到人 就在人这里 想到事 就在事那里 这是一种 叫做无修 无整 无散乱 没有修 也没有整理 不需要改变 也没有散乱 是不是 一点都不分乱 这其实是最正常的人生状态 我们这样是最正常 一切烦恼痛苦 是非人我 负面的东西 绝对不会在你 这样的心态当中出现 所以这种修行呢 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 带到生活当中 你的心是没有 僵硬不化的那个东西 你的性格会被化掉 你看坐在这里 能手刷完 你还有没有脾气啊 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心 从我们的脸上 都能看得出来 大家的心都柔软到 跟虚空一样 如果这样的状态 你的整个生活 整个过程 哪怕你睡觉 也是在修行的 所以不需要着任何一项 可以学习一切法 却不着一切项 这是无修无诊无散乱啊 也是战传佛教里面 大圆满 大手印最高的境界 我们接莲花印啊 接什么手印啊 大手印就是这个手印 没有修 没有整 也不散乱 不散乱意思不是说不响 我们在不散乱的状态 我想一下 这是凳子 你看 也没有散乱 你想 你只管想 他不会散乱 因为想就知道 你有想的性能 你现在想到他了 你看 你有想的性能 在里面出现 所以随时随处 都能见到这个性能 寥寥分明的 这是人言经 二十五元通 之所以佛要讲二十五元通 就告诉我们 真正的修行人 他是不选择任何一种状态的 二十五元通已经包含了我们六根六成六十七大了 往外看 是射程 是圆满的 往内看 是自己的妄想 也是圆满的 没有离开 所以不离本处 即菩提 密即知君 知君 中国界 不离本处 你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处 都不需要离开 这处就是菩提 如果你想要寻求 找一下 菩提在哪里 是不是妄想停下来以后 扫除了以后 才可以正菩提 这就知道你 没有见到 寻寻秘密 密即知君 终不见 你还想找 不是最现成的吗 你想找 就没有见到 没见到怎么办呢 这个 人言经里面又有第二个方法 第二套 二十五元通 按照顺序 六根六成六十七大 但是唯独 根元通 跟大十字菩萨的 灭火元通 把它简折出来 放在最后 大十字的灭火元通 它是摆 不按顺序摆 摆到后面去的 因为 这个 地水火风空根石 那根应该是 第六 石是第七 但是 这个 人言经里面的摆设 把根呢 摆到石的后面去了 根摆到后面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把根 摆到最后了 为什么摆到最后 文殊菩萨 它是 大智慧 大般若的总持者 它讲了 一大套的理论 为什么要 把根摆到后面 把耳根 说此番真教题 清静在英文 就我们 说谱世界的人 基本上 对耳根 是比较圆融的 比较灵敏的 我们听法 比看书 那是完全不一样 听法的感觉 因为用耳根 它容易圆融起来 看书 容易作像 你看 听法的时候 这个声音啊 一讲出去 就没有掉了 所以你必须 讲出去 马上就体会到 就用自己去体会 一讲出去 这声音就没有掉了 那过去 没有落音 更是找不到 这个声音 这声音 讲完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 所以不容易落在 六层上 就深层上 不容易落 但是看书呢 我们会找文字相 书毕竟是看得见的 今天看不见 明天再拿过来 再看 总有个东西在那里 但是这个声音 你把握不住 所以 说谱世界的众生 对于耳根 更容易圆通 但实际上呢 从中国 和印度的 这个佛教 佛教史上看 修行大成就的人 由从耳根源通 入手 但是耳根源通 入手以后 特别是禅宗 禅宗大部分 也不修耳根源通 他是修 易根源通 易根呢 就是在易根上用功 成话头 或者呢 直指人心 渐渐成佛 还是从易根 就是能直指你 见佛 见信的 这是什么 你能见到了 你能见的那个 能分别它是什么的 把所分别的像 一下消除了 一下子就觉得 哦 原来能索是没有的 就是从易根当中 见到的根性 所以禅宗 一般都是从十和易 这两根 那么天台 华言 为时 修止观的 都是从意识下手的 先要妄想停下来 我们看 妄想停下来 还不行 还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空 想象成一个什么 缘起 在这分析 思维 这都是第六意识 所以一般都是从 意识上下手 我们大家也是 先要听法 先要懂得这个道理 也是先从意识上下手 那持咒呢 它的加持力比较大 一方面 专心持咒 意识 不去分别了 幻想杂念就少 少掉了 从意识上 就是你持咒 最好是不打幻想 然后咒呢 又是不能分别的 你持咒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意思 用意识却不知道意思 这就是意根了 那你在这么持的过程当中 你的阿赖 也是的 巴士田中的那三五种子 它没有生起现形 你却明明白白地持这个咒 所以巴士田中的清净种子 一直在起现形 所以也是在第八识上修 六七两识修行的这个得意啊 都是在第八识 所以讲六七阴中转 五八果上元 我们打坐 不要说 哎呦 我坐在那里空了 这个真舒服 这一座坐得好 那一座坐下来啊 我都空不掉 感觉坐得不好 其实呢 你只要持咒 持下去 那阿赖也是的千剑种子 就在转换 它就一直在作用 量到一点的时候 就 智就会变了 要量到了 量变到智变 就你整个人生 那些童笔脱落啊 打开本来啊 都是量变到智变 所以餐肠 也是从这个地方下走 但是呢 持咒也好 念佛也好 听经文法也好 都是从声音 而契录的 欧阿赫就是这个声音 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声音 我们没有这个声音 好像没办法 你持咒没声音怎么行呢 默念也有个声音念出来 所以呢 这个文书菩萨就说 我们这个世界啊 用功下手的地方 是耳根最灵敏的 那么耳根灵敏 怎么用耳根来修圆通 这是比较关键的地方 仁严经里面讲得很好 耳根圆通这段话 就是八个字 简单说就是四个字 入流忘俗 好了 你下手 就在入流忘俗的地方用功 用根 不用识 耳根听到声音了 你就用耳根听到声音 就去听 但是不去分别那个声音 就不用识啊 识就是分别 六根都可以用 但不要用六十 不及妄想 前提 是你的耳根 要进入这个深层 要入流 流 就是指六层 因为六层的世界啊 色神相会处罚 它是一直是流动的 你说人 人又生老病死 一直在变化 伤有大地 沉住坏空 也一直在变化 我们一只脚 不能 同时踏入一条河 一只脚 人才两只脚 我说一只脚都不能同时 因为你踏下去的地方 那个水已经流过去了 不能同时踏入 为什么 它一直是流动的 没有停止 那么我的声音也是一样 你看 从开始讲到现在 它一直是流动的 但我讲出来的时候 你以为你刚听到了 其实已经过去了 所有的声音 它一直是流动的 那我们现在 要去听这个声音 要入流 你要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老人就告诉我们 持住 要听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这句话 要听得清清楚 它甚至告诉我们 要心念耳闻 对吧 默念 或者金刚念 嘴唇动 都要听到 听到就是入流 听到这个声音了 你看它就在流动 一个字出来 马上过去了 第二个字出来 又过去了 它一直在流动过去 你是听这个声音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听 电风上 听这个声音 你听到了 它又过去了 流水一样 山河大地 一切声音 恪受举足 都是这样 听到了声音了 但是呢 要把鼠听的东西 要把鼠听的东西 给忘记掉 鼠 能听的是我的耳根 鼠听的是外面的声音 听到声音以后 你要让它听到声音 然后把鼠听的声音 忘记掉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啊 开始内敛 往里收 有没有 注意力往里收 注意力在能听的上面 而不在所听的上面 收一收看 就是把所听的这个声音 强加给忘记掉 自己的全部的注意力 摄取在自己的心中 在耳根里面 外面所有的声音 我们都不拒绝 都让它入流 都让它去听 听的时候 我又把所听的忘记掉 这就是 跟元通的下手处 这个功夫 成片了 你这个 能听的这个 肯定是 能手上完 数入计计 了然不生 就一切声音 现象 就会清清楚楚 但是 不再有 任何一声音法 可得 耳根的原 这要经过 很长时间的训练 才能够成片 一开始 我们成片不了 如果你会用 这个耳根 圆通 别人赞叹你 和诽谤你 其实是一样的 你只是听到 那个声音 然后你的注意力 马上就开始 收回来了 有些人 有些人打坐 坐在那里 可以听到耳鸣的声音 有没有 耳鸣 声音听得很响 你也是 耳鸣也是你的心 现在这里起用 如果你看到 能看到这个心 现在起用 你的耳根 就不是 不是耳根 圆通 而是文性 圆满 耳根 跟文性 是有区别的 文性 圆通 那就是能看 所看 能听 所听 能所双亡 听到了就知道 我所听的声音 声音那里在起用 我有一个能听的性能 在听的时候 就表现 我的耳朵还是好的 你能看的时候 说明你的眼睛 还是好的 你的眼睛 在这里起作用 你的性能 在起的作用 就是观察这一切性能 这叫文性圆通 文性自在 所以他先要反文 文自信 反文的时候 就是叫耳根下手处 反文的时候 就从深层那里 反过来 反射过来 受到自己的耳根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清楚 但是 你的注意力 并没有在 阿弥陀佛那里 尽管很清楚 我也不在那里 大家能不能 把外面的层 给忘记掉 如果你在 有瀑布的地方 那个瀑布下来 水很大 声音很大 坐在那里 听到声音 把声音忘记掉 那感觉很舒服 这就是 修尔根的法门 你在大街上 车水马龙 来来往往 你可以把 那些声音 听到 然后把它忘记掉 一点都不障碍你 你就不会觉得 别人在吵你了 怎么吵 都没有关心 因为注意力 已经不在那里 不去分别它 而只是知道 它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 耳根 圆通 是把深层 忘记掉 把耳根 注意到 就反过来 这路流 忘锁 忘锁以后 叫反文自信 反过来 知道自己的根 那么知道自己的根 功夫再用进一步呢 连这个 我能听到声音的 这个能听的 这个听 也给它舍弃掉 这就是文信了 你在心中 不再执着一个 我在听 开始是 有我有听 有我能听的我 有所听的声音 然后你入流忘锁呢 是把所听的声音忘记掉 然后再开始 射出回来 注意到自己的耳根上 这是第一步功夫 当你注意到耳根上面 接下来就是 你知道耳根也是生命法 连耳根也不注意 这个时候 文信现前 文信马上就现前了 文信现前了 那么 所听的声音 和能听的 这个耳根 很清楚 但是 这个文信 绝对不是耳根 也不是 生成 不是根 不是成 也不离根 不离成 显现出 我能听的 这样一种信 你看根和成 根和性的区别 是有一个层次不同的 根是生命法 根性 那就是佛性 六根 都有六根性 六成 是生命法 成的性 也是 圆童法 但修其他的 不好修 我们就 就是 涅佛 就是持咒 这个涅佛 持咒 只有我们 信心具足 它很厉害 就是你不懂得 这么多道理 像这些道理 在平时可能 我们不看书 也很少听到 你不懂得 这个道理 你就是 一心念阿弥陀佛 不打幻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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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得很清楚 最后呢 能念跟所念的佛 你慢慢的 会把所念 能念的心 忘记掉 有一段时间呢 可能会把所念的佛 忘记掉 念的念的 只知道 有个念在这里 念什么 你没有管它 要注意的时候 也知道 自己能念阿弥陀佛 不是念其他的东西 阿弥陀佛 念人 念人 所念的东西 那没有注意了 心慢慢的进化 有一天 能念的东西 也没有掉了 根层脱落 念心就先填 所以 这个净土法门 它非常好 就是 你在念的时候 你不懂这个道理 你只要功夫 继续用 用下去 它一步一步 最后就逼着你 你不进行也不行 所以念佛 三昧是三昧中文 持咒 也是 你持着持着 把所念的咒 也给忘记掉了 不去想它了 不是说 不知道念什么咒了 也同样知道 念什么咒 但是不去想它 就好像很自然 顺其自然 在那里念 你的心里面 跟有念 跟没念一样 还是念 念人 念人呢 能念的那个 也没有掉了 身先一片空 所以一下子空掉了以后 可是 能念所念 心里面 执着上 主观的认识上 已经没有掉了 但是事实上 客观上呢 你还是在那里念 还是很清楚 所以真空妙游 同时现行 这都是一个 非常殊胜的方便 这佛 告诉我们 这个 铲住真心的圆满 他不但告诉了 这种思想 而且告诉我们 达到思想的方法 和过程 他给我们介绍了 很多的法门 这二十五圆通 实际上 派生开来呀 可以是八万四千 一切法 那么修耳根源通的人呢 如果我们能够 轻声的 去体会 不持咒 也不拒绝咒 不念佛 也不拒绝佛 就是你不拒绝一切声音 别人讲话 讲得好听 讲得难听 都没有关系 从智力来说 一点都不会干扰 就在这个 把锁给忘记掉 功夫做不好的人 把锁忘记掉 应该是可以 就是还有我值 还没有见性 我们先把锁忘记掉 锁忘记掉了 耳根 一根如果 摄持住了 就把耳根摄持住了 其他诸根 自然跟随的 摄持住 你看大家看 我们注意自己的声音 注意自己 听到的声音 把锁听的声音 忘记掉 你的心开始往里面收 收摄 收就是摄 收到自己的 耳根上面 知道自己能听的 把锁听的忘记掉 全神贯注 你不全神贯注不行的 全神贯注的时间 也不是一直就有的 你只有注意的时候 你才能贯注的起来 才能收摄的过来 那么当你在收摄的时候 锁听的已经忘记掉了 能听的还在这里 当你注意在这个能听的上 那你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影响 因为你根本就无心去看外物 到底你有没有仇恨 有没有烦恼 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六根 这六结啊 根成勾结 六结 只要有一个结打开 其他五个结 就跟着消除 不需要一个结 一个结去打 只要一个结打开就可以 你用功只在一个点上 所以我们 遇到一些修道的人 一些道友 坐下来聊天 第一句话就要问你 你用心在什么地方 你不是修行吗 修行不是用功吗 用功不是要修心吗 那你用心在什么处啊 你这个要清楚的 你自己是个修行人 就让用心在什么处还不知道 那不是修行人 那就是还在模仿着修行 还在做修行的准备 比如说我们先吃素 先皈依 先看书 先想一想 到底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 这就是做修行的准备 但不算修行 所以真正修行 要懂得自己随时随处 可以有一个安心的地方 把你这颗心放在哪里 你知道了 所以修我耳根源通的人呢 如果师父问你 你怎么用功的 你要经过反复的训练 就知道 我只是听到声音的时候 把锁听的声音忘记掉 路流万锁 就这是个 你不是把耳朵蒙起来 不听了 我不听不听 不听不行的 不听 也听到了一个 没有声音的这个 这个声称 是不是啊 不听 也是听到一个 没有声音的声称 就像你的眼睛不看 看到一片黑暗一样 这个文性啊 有声音 他显现出 听到声音的这个性能 没有声音呢 他显现出 没有声音的这个声称 这叫进称 有声音叫动称 也是声称 没有声音也是声音 也是进的音 现在我们电脑上有进音 有那个什么声音 这个说的是最准确的 就是进也是一种音 只是没有声音的声音 无声之声 所以一个会修行的人 一定要让自己 随时随处 都能够回光返照 一提 就提到把锁忘记掉 把能保持主 这是第一步下手 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下手 这个功夫就会用起来 妄想重的 夜洗重的人呢 可能也很怕要 要三五年才能成片 不是 夜洗轻的人 可能要三五年成片 夜洗重的人 可能三五十年 也要用下去 夜洗轻的呢 那有时候说不清楚了 三五年 可能三五三五三五十天也可以 一百座 有人就把这个 这个 能听锁听 就给它隔开了 根层勾结 这个结就给它解开了 不再勾结了 给你们解解看 能不能把它解开 现在你就想着 我耳朵耳根在听的深层 一听 平常的习惯就把它勾住了 就去分别它 就去追逐它 那现在呢 听也听到 把所听的 从此以后 不要 全舍弃掉了 那舍弃了以后 你就有一种 根层突开的感觉 因为不受一切深层 影响 这是第一步 根和层两个 脱开了 然后以后 不要再给它勾上 不要再给它勾上 那你的吃饭 穿衣都是在修行 这是第一步 做功夫 那如果再进一步呢 我们还保持一个我 跟深层脱开的 这种我的感觉 把这个我 再消除掉 那这个消除呢 一般是 如果有这个教理啊 懂很通达的人 他能够消除 就是一念相应会 用一念 第六意识啊 观想 观想 想着想着 一定要把这个我 只给扫除掉 扫除掉 想着想着 有一天 突然就把它扫除掉了 那才知道 我能勾的勾没有了 那所勾的那个东西 肯定是勾不住了 我有一个手 很麻烦 总想抓东西 就要抓 暂时呢 我手不抓它 老实一下 到最后这个手没有了 你就再也没有抓到东西 所以我只没有掉的人 他就再也不会去追逐 六成的世界 那这叫根层 彻底脱落 能说 真正 双丸 这是 能说 双丸的时候 那么 闻性 远通啊 闻性 就闻 闻的这个性 就现前 闻性现前呢 你不要怕死 不要说 我这个能听的都没有了 都消除了 能说都双丸了 那我是不是死悄悄了 其实不会的 你这个 多的这个功能还在那里 外面的这些生成的功能也在那里 一样听 一样看 而且呢 完全自在 就在这个生成当中 没有一个法可以障碍你 这样的世界 才叫净土 这样的身心 才叫真常 真的 不会改变 如果我们把这个心 像一个妄想一样 把它抓住 东想一下 心想一下 我们随时随处都在改变 永远都把握不住 你想要某一种状态 让自己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上 你的根和尘在那里勾结 也不可能停住 有时候我们想拥有的人生 我们一直希望它产生不老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本身 它的这个特性就是无常 我们想这个东西很好看 一直想保留它 这也不可能的 不管多好看的东西 它也是在无常 也是在变化 所以看到这一切现象 这些现象的真实的状况 你看得很清楚 然后在这种心态里面 如果你观察因果 很有意思 观察因果 你就会发现 你只要起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在这里就有作用了 你不起 它就没有作用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作用了 你种一树花 这个世界上就有一树花在那里 这个花在这里 你浇一盘水 这个花就漂亮一点 你对那个人 想一个念头 说这个人真好 于是你心里就觉得 那个人是个好人了 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你看你在你的世界里面就有个讨厌的人 为什么菩萨怕因 凡夫怕果 菩萨看到他根层脱落以后的这种清净的自信以后 整个生命 整个世界是一片清净专严 但是他所起的一个念头就知道 在他的生命之后当中 又投下一个什么东西 投下来了 投下来就有结果的 所以因果在菩萨看来是同时的 在凡夫看来呢 是意识的 我们只是结果遇到了 才知道 哎呀 这个结果不好 但是我们的因 种下去是什么 我们从来就不注意 因为你对自己的心念 没有注意 所以心里当中 很多不好的念头生起来 自己并没有关照 比如说生气的念头 生起来了 有些人是顺理称 有道理的时候 他生气 生气是不对的 他不知道 他说我有道理 这就该生气了 还有一些人是非理称 没道理 还在那里生气 没道理生气的人很多 就是有人来求你帮忙 你没时间帮不上忙 他就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帮我忙 你一求人家帮忙 你凭什么生气 但是很多人就会这样 我们去上学 老师教给我们什么 我们觉得 这个老师教得不好 我们也生气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条件 去跟他生气 你连老师都不是 你还当个学生 你还跟老师生气 但是我们往往 经常是 有理也要生气 没理也要生气 不知道这个原理 所以会被生气 被汤玉捆住了 一旦你见到了这个心 而且能够在六根当中 生起作用 那我们自己就看见了 你的汤玉的心生起来 你的情直生起来了 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 你的成人心生起来了 会造成什么痛苦 你知道这个痛苦啊 在这个世界上 唯独你自己能感受到 你种下的因 别人任何人感受不到 无量寿经里面说的 独死独生 独来独往 生死苦痛 无能带着 轮回路上 独自三杯 就是你所受的 这一切痛苦 别人没有办法代替 你所想的东西 别人也没有办法代替 因为你所想的 是在你的生命之后当中 投下的东西 一定只有你去感受 那么你的亲人 说你痛苦的时候 他也痛苦 因为那个亲人痛苦 也是他自己投下的东西 并不是你投下的 就像一个父母亲去世了 三个儿子 一个儿子可能感情重 他很痛苦 另外一个儿子可能感情不重 不怎么痛苦 还有一个是不孝子觉得 他这个老婆管着我 死得好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种下不同的因 释迦佛涅盘的时候 还有这种情形 那个 那个 有一帮提佛达多门下的 二比丘 一听到 这个释迦佛远几了 这个迦佛真正呢 很难过 说佛要远几了 我们赶紧要去看佛 那两个人说 我省省吧 我也不去了 这个老婆在世的时候 叫我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他早了 现在没人管我了 哎呀 迦佛一听 这个法还要灭了 要是这样的人多了 就要灭了 所以佛念凡以后 九十天 赶紧就召集 五百大阿罗汉 来解解经典 就让经典流传在世间 那个二比丘 也可能是视线的 要不他这么一提醒 佛设真正说不定 还不结起经典了 我们还没有机会看到 他唱 这个做法面教材 所以呢 每一个人 他针对同样的世界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但是我们不同的行为 就造成不同的结果 那金牌 只有一个人拿到的 其他人 有两个人 也只能拿铜牌和银牌 其他的人都拿不到的 虽然梦想是一样的 结果都不一样 我们的世界 跟佛菩萨的世界 是一样的 我经常想 我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释迦佛坐在旁边 跟我一起吃饭 他会怎么吃呢 他会不会把饭 夹起来往鼻子里面塞 我想肯定不会的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们实际上 真正的生命的本质 它一切我执 一切烦恼 一切法治 全部都没有 因为能所对立的没有 一切框架 把一切束缚从直戒上 我们感觉有一个我 那是一个错觉 就事实上 它并没有我 无量节的习惯 以为有我 你如果见到了没有我 一次见到 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了 所以我们自己修行了这么多年 这个以前没有修行之前 我不知道在座的周围有没有遇到痛苦 那个苦起来就觉得自己揪心的 实实在在的 实在是解脱不了 实在是难受 很揪心 而且觉得这个痛苦怎么会这么难受 你修着修着 有一天突然发现 以前那个痛苦的那个我 到哪里去了 找不着了 一转眼 没 不进中营了 受苦的我没有掉 你如果看到了这个无我 那个受苦的我也会解散 所以五蕴皆空 为什么叫蕴 蕴就是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的东西 看上去是一个有的 但它散掉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 佛经里有个比喻说 这个像稻草人 稻草聚集在一起 看去像一个人 我们看就觉得 哎呦 这是个人 特别是有些人 把这个稻草人扮得 脸上哗的哗的 衣服给他穿起来 是吧 看去很害怕 但是当你稻草 一根一根抽掉以后 这个稻草人 其实是不存在的 就是稻草聚集在一起 看去像个人 我们以为有个我 实际上是五蕴聚集在一起 设法 那么我们父母亲 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 我们有个身体 在每天在吸取 外在的三个大地 适当 吸收营养 所以导致了身体 那精神呢 我们无量节以来 这种 这种 根成石 它本身就有这种功能 有六根 就有一根 有一根 就能对外界的这个法成 它是一个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存在了 缘起聚合了 我们感觉有个我 所以五蕴当中 认为有我 实际是无我 那么无我以后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是我 谁凡夫说 谁缘起说 完全可以 释迦佛都讲 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都讲有我的 它是从凡夫的这个方便来说 有个人修行 修到修到觉得自己没有我了 他对着自己的身体说 他 他怎么样了 他跟我讲 他那天修行 用功用得不错的 他那天怎么样 我说他是谁呀 他说是他 哎呀 我想 你在这个 我你他的人称代词上 做文章干什么 这只是个人称代词嘛 这是个符号 一个标签嘛 你在标签上 给他换干嘛 是不是 那你讲他人 那怎么讲呢 那把他人讲 讲我 所以呢 凡夫在意识上 分别的错误颠倒 因为错漏百出 实际上当你 见到这个无我 就知道了缘情 就知道了五蕴皆空 就知道了能锁双丸 所以见到的人 最直接的修行 就是无修无诊无散乱 没有修行 没有改变 也没有散乱 你不要强加自己的意志 强加自己的观念 强加于人 没有散乱 这是最快的 最直接的 最全面的修法 如果还不行 没有见到的人 那么退一步 先入流万俗 从而跟上去修 而跟上修不起来 还有大师自菩萨的念佛源通 他也是仁严经里面 特别拿出来强调的 就是在根大上修 根大上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义根 用义根修修 念佛源通里面 最大的特点 就是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屈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染香人 生有香气 此则明月相关专言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以念佛心 入无生人 是这样的一个修法 那么义佛念佛是什么 义 就是回义的义 记义的义 义的这个佛 用义佛的方式来念佛 或是用嘴巴念 也没有听到佛的声音 如果你听到佛的声音 从而跟上修 也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像 那是从眼根修 看到像是色诚 从眼根修 也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字 这个四个字 使用幻想 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字 我们就知道是意识 要分别 是从意识上修 那既没有阿弥陀佛的字 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像 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声音 然后你心里知道 你想的是谁呀 是阿弥陀佛 就是你心里有个牵挂 你们有没有牵挂过谁呀 牵挂孩子 牵挂丈夫 牵挂爱人 那个牵挂 你并不是每天 把他的名字拿出来念一遍 把他的像拿出来看一遍 也不是把他的名字写一遍 但是你心里总有个东西 挂在那里 吃饭也忘记不掉 睡觉也忘记不掉 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 忘记不掉 要问你 你牵挂谁了 你能讲得出来 你牵挂孩子了 要没有问你呢 你时时在那里牵挂 表现上的 什么表现都没有 当然你知道 你的心是在那里的 那我们如果牵挂阿弥陀佛 一幅就把我们牵挂世间的 这个心转过来 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 随时随处都知道 我在念阿弥陀佛 但是没有声音 不是念出来 也没有那个字 也没有那个像 也没有想到 他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 但如果问你 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我在念佛 然后就坐在这里 脑子里面有个牵挂 有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不停 当你这个感觉 生起来的时候 你的六根是清静的 你看什么 去分别去说 都没有关系 因为背后你的心 已经是 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 而且现实的世界 分析的事物 也不会差错 妄想也没有关系 所以都设六根 不是都闭六根 不是把六根关闭掉 你不看 不听 不想 不是 你照样想 照样听 能不能把心牵挂一下 试试看 因为我们 在座的 都市修行人 我们多掌握 几种修行的方法也可以 以后可以教别人 对吧 你真正自己用功的 一种方法就够了 你能够见性 那就了了见 无一物 大千世界 海中欧 一切圣贤如垫斧 大千世界 水中欧一样 元其元命 了了见 没有一物可得 能守双亡 这个方法最直接 你用耳根源通也可以 先入流 再忘熟 忘了锁了 再锁在这里 不停地听 听而不听 然后再眼根修呢 就不停地看 就视而不见 看跟没看一样 看来跟没看一样 但是不拒 不拒绝去看 那么涅斧呢 也是在 在这个根上 六根上 六根门头啊 你心里想到 有个佛 好 把心就牵挂在佛那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讲话 也随意聊天 也随意 你要想东西 也随意想 考虑问题 也随意在考虑 在考虑的中间 总觉得有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问你的时候 你知道是阿弥陀佛 不问你了 你只知道有个东西 就这个是义佛念佛 所以修净土的人 如果能在这里 义佛念佛 功夫成片很快的 特别是乘公交车 你乘车的时候 看到外面的景象 来来出去 你就再看 那心里就是牵挂一个东西 你也没有念阿弥陀佛 也没有什么样 但是知道自己牵挂的那个东西 这是一个人眼经里面 特别提出来的两个 一个是耳根元通 一个是念佛元通 最圆满的就是二十五元通 随时随处 看的时候就在色上修元通 听的时候就在身上修元通 你能够接受到什么 就在什么上面修元通 那叫二十五元通 那是见到之人 真正的大元通 阿弥陀佛